三年前風光開幕 連鎖3C品牌米克邦 靠著引進中國家庭用品 在國內打開知名度 但不到幾年的恭敬 門市一家接著一家收 就連公司負責人謝正宇也遭控詐欺 歡迎大家參觀 帶著觀眾逛資訊月 這位就是謝正宇 遭昔日合夥投資人鄭先生出面指控 他利用眾籌的方式 向群眾集資 匡便投資人襲金超過7億元 我們當時看到的都是 他給我們看一些市場上 有這些訂單 有後台 那後來有一些證據 我們才知道說原來這些後台 是他用程式修改前端 把它變成是 有這家其實造假的 他說新亞跟他下了600台訂單 300多萬 飲水機 模凡順利飲水機 也是下了6000台 650萬去欺騙我們 拿著這一碟厚厚厚訂單 仔細看上頭密密麻麻 客戶名單 不是國內大型電商 就是知名3C經銷商 鄭先生控訴 這些訂單全都是假的 而匡騙他的 就是跟他有12年交情的 謝振宇 你上市公司的謝總發表幾句 懷抱上市夢 鄭先生說兩人當初合作 由謝振宇負責拉貨源 引進中國品牌3C用品 和找銷售通路 而他則是幫忙籌措資金 光是他自己就投了1.7億 連同親朋好友等其他人 合資超過7億元 我連生活都得跟朋友先借錢去做 為什麼運用貸款根本繳不出來 我們現在問題就是 我們公司的方法是下個月就要辦停業了 是根本沒辦法運營的 當初因為信任對方害得自身 負債累累還搭上自己的公司 和親朋好友的資金 鄭先生要透過法律替自己討公道 目前已經提告詐欺 記者求證謝振宇所屬的伊瑪格科技公司 接稿前未取得回應 北檢則表示全案審理中